在医生邦海的瑞芳医院 台湾旋乐团一行人带来旋乐四重咒的演出 让师生都好开心 因为偏乡孩子能看到国家级演出大不易 台湾旋乐团到偏乡学校推广艺术教育 希望给孩子成长过程中有不同体验 今日一连串熟悉的乐曲 透过提琴四重咒的演出 让孩子们打开眼界 真的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现场聆听我们这个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四重做的这个表演 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个机会 所以想在这边再次感谢我们政团长 跟所有的伙伴 台湾学院的伙伴跟我们黄总师长 台湾虽然那么小 城乡差距其实很大 那偏乡要不然是缺失资 要不然就小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 就是比较精致的艺术 他们可能会吹直笛啊或什么这样 对 那所以我们后来有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才就做这个偏乡的活动 台湾旋乐团表示 台湾不大 但因为城乡差距及艺术资源分配不均 让平日来往市区耗费多时的偏远山区小孩 进入国家音乐厅或是任何艺术表演场所 感觉无比遥远 台湾旋乐团成立以来 除了固定演出之外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一起欣赏音乐的机会 已经长达12年的 原小孩音乐造灵计划 以旋乐四重奏的形式 前往位于台湾各地的偏乡学校巡演演出 今天的表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听知足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在音乐课有唱过 也有练过的 我最喜欢的是卡农 因为我觉得卡农很有趣也很好听 鼻头国小校长表示 台湾旋乐团是台湾目前历史最悠久 最具口碑的旋乐团体 广受各界肯定 这次能够来到鼻头国小演出 让全校师生都一饱耳福 学生也把握难得的机会和团员们互动 场面很热络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